春节将至 上百吨重型机械莫名失踪 光天化日 作案的嫌疑人无影无踪 暗中敦守 盗窃行为背后的隐身人 又能否现身 悄悄撒网 罢民警如何捕获窃贼 重机转移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有11天就到春节了 这一天 吉林市传营公安分局的民警们 却忙碌了起来 他们在侦查一起特别的案件 案件的报案人 是一位在当地经营二手重型机械设备的浙江人 报案称自己停放在火焰箱 刚才市场的工程细节都丢了 这个城乡结合部 一个比较废弃的院落 现场人际罕痴 报案人姓杨 三十多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目 不符合我们过去所接触到的盗窃案件的秘密的手段 这样的常理 而且如果这些器械真的被盗 至少要有专业的运输工具和吊装设备 及两三个人力来辅助实施 并且不会在短时间内盗窃完成 难道真的有人会冒这么大的风险作案吗 对此民警也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我们考虑到他对这个设备的所有权问题 是不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有债务纠纷 或者是一些其他方面的迷失上的原因 造成了这些设备被其他的债权人或者是债务人拉走这个状态 民警在调查小杨债务关系时发现 小杨做的是收购重型机械 维修翻新后再次销售的生意 是一个实证人 从来都是钱或两清 没有发生过经济纠纷 那么会不会是小杨生意做得好 招致同行忌讳 因而麻烦上身了呢 警方也调查了与小杨有经济来往的联系人 大约有三四个人 我们进行注意排查 并且对其进行询问 都没有作案的时间 为了尽快找到不见的设备 民警再次勘察了停放设备的现场 民警发现地上的轮胎印虽然杂乱无章 但轮胎上的花纹和样式却是一样的 当时我们分析应该是一辆车 因为当时院子里有20余台大型的工程器械 一辆车是无法拉完的 应该是分了几次拉走的这些工程器械 既然是一辆运输车多次装运 而且车辆的重量体积都比较大 周边会不会有目击者 或者是被社会监控探头拍下的可能呢 往来这个院楼的行人比较少 唯一的一个市场对着这个院楼的摄像头 由于无人管理 这个摄像头也损坏了 但是就在走访过程中 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一位同样经营设备买卖的商户 在得知小杨的事情后 很担心自己的设备 于是领着民警到停放点查看 却发现也少了两台搅拌机 民警的心一下子沉重起来 会不会有更多商户存在这种情况呢 后来我们又走访出了石甲 这种工程器械被盗的受害人 因为他们不是经常去查看这些工程设备 所以没有到公安机关来报案 不知道自己的工程器械丢了 果然经过调查 有许多商户的设备存在丢失现象 并且民警发现这些商户 有一个共同特点 这些设备在存放的过程当中 会产生很大一笔存放费用 那么他们往往会把这些设备存放在 人员稀少交通便利的村头或者路边 并且存放的现场 商户既没有找人看管 也没安装监控探头 这让案件侦破陷入了困境 我们初步确定了 从1月初到2月初一个月时间内 9个被害人近60台设备 纷纷被盗 丢失的设备之多时间之短 办案民警顿时感到了破案的压力 闲人把这些被盗设备 统一存放的话 那么势必需要一个近千平米的 一个存放地点进行存放 那么如果要是销售 闲人很快销赃的话 那么也需要多台运输设备 和雕章设备进行配合 民警分析 这很有可能是团伙作案 盗窃如此多的重型装备 嫌疑人想要快速处理 不太可能选择距离案发地 太远的地点 那么这个盗窃团伙 又会把偷盗手的设备 存放在哪儿呢 春节将至 上百吨重型机械 莫名失踪 光天化日 作案的嫌疑人 无影无踪 细致研判 重要线索终于出现 视频追踪 民警又能否拨开迷雾 重机转移 天王栏目正在播出 在2018年春节将至的时候 吉林省吉林市公安局 船营分局的侦察员发现 在短短一个月内 有60多台重型设备 被人盗走 警方认为 短时间内偷盗这么多大型设备 运输距离如果太远 根本不可能完成 这些被盗的设备 极可能就在不远的周边 我们经过分析 应当不会存放地点和销售地点 或者是销售地点 应当不会距离案发地特别远 侦察员立即对船营区的 十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午1点50分左右 摄像头正对着 向往中队正对着的公路边 有一台红色车身 黄色凋壁的自卸凋车 快速经过向往队门前的道路 民警看到这辆车自东向西行驶 车上拉着两台罐装设备 经辨认这两台设备正是小洋丢失的物品 随后 民警发现 这辆车在2月1号到4号都会经过这里 可由于监控探头距离道路太远 又没有正对着道路的方向 民警只能大致认出车辆的基本外形 无法确定车牌号码 由于这个摄像头距离公路得有近百米 只能通过这个视频辨认出这台车辆的基本外形 嫌疑车辆经过这个监控探头后 又去了什么地方 沿着旧货市场向西延伸 就是船营区的主干道欢喜路 这条路可通往机场 高速公路 以及吉林市区等多个方向 嫌疑车辆会选择哪条路呢 这样的大型车辆在白天 在我市的城区内 属于仅行的 是仅行的 将这些设备运输出我辖区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通过高速公路继续运输 民警推断 嫌疑车辆载着偷来的重型设备 不太可能进入市区 去机场的可能性也不大 极可能选择相对僻静的方向 因而民警将重点放在了距离案发地 最近通往城外的出口 浑屋高速公路 吉林西收费站 当我们对高速出城口的卡口录像 进行调取的过程当中 发现由于长期高速 在进行道路拓宽和维修的工程 那么这个录像一段时间的 这个出城和入城的这个卡口 这个高速收费站录像 没有通电 也没有这个有效的监控录像 这样一来 民警无法确定嫌疑车辆的行踪 即使是嫌疑车辆曾经从这里通过 上了高速公路 还有长春 吉林南 吉林北 三个不同的去向和许多出口 想要寻找可疑车辆 无异于大海捞针 面对困境 半民警只好将2月3号当天 至次日24时 三个方向的沿线监控视频 全部调取出来 逐针逐秒地进行辨认 将近60个小时的监控视频 我们专案组分成三组 三组人员 每一组负责一个方向的视频 经过一整天无眠无休的持续奋战 民警终于在驶往吉林北的方向 捕捉到了一台可疑车辆 但雾气浓重 加上车辆行驶速度很快 民警仍然不能确定 车辆的具体信息 侦察员将这辆车的影像 一一截图 逐一分析 果然有了发现 在驾驶员位置的风挡玻璃内部 有一个白色的卡片 这个卡片长大概50公分 宽大概10多公分 这张不慎清晰的卡片 让侦察员感觉似曾相识 之前 民警在调查 自卸吊车出租市场时 曾经看到 很多吊车司机 都会将自己的联系方式 贴在车上 并标注出租字样 这张卡片上 会有这样的信息吗 图真部门 对这个图片进行了 放大和技术处理 通过专案组人员 和图真的专家 进行比对和辨认 基本认出了 这个卡片上面写的字 是出租和一串电话号码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 当民警通过车主取得那名男子的电话号码后 却发现已经欠费停机了 根据车主的讲述 被盗设备被他运送到了距离案发现场 20多公里的龙潭区收购站 民警火速行动对收购站展开调查 收购站的负责人对车主提到的那名男子印象很深 他说 2月3日下午2点多 那名30多岁的男子曾经将几台搅拌机拉到收购站 声称是公司破产 要偿还债务 不得不变卖设备 态度非常自然 他在现场指挥车主如何卸货和回收站的经营者 进行沟通 交谈 最后收钱 有很强的心理素质和反侦查能力 不然也没办法在这种光天化日之下 连续作案这么多期 而且没有被发现 通过收购站 民警确认了嫌疑人的信息 故用运输车辆向收购站售卖被盗设备的人 是吉林市本地人赵某 赵某35岁 曾因盗窃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 有犯罪前科 但是 民警在盘点收购站内的设备时 发现只有两台式赃物 与民警之前统计的失窃清单相差甚远 其他的被盗设备在哪呢 难道赵某还另有销赃渠道 能够疯狂盗窃 多地销赃 看来 路前科的赵某不仅重操旧业 还在偷盗的路上越走越远 我们之前认定的这起系列案件 是不是侦查的方向有错误了 能不能是几个团伙在同时分批 分期在同时在做同类的案件 如果真是这样 就意味着还有其他不明身份的盗窃分子 需要民警们去发现 去击捕 可是 这谈何容易 目前 唯一的线索就是赵某 然而 民警却发现 赵某在2000年入狱后 就与父母断了联系 出狱后 也没有回过老家 行踪飘忽不定 再过四天就是除夕 对嫌疑人的追查却毫无进展 刑警四中队中队长吴涛心急如焚 通过集思广益 大家认为赵某出狱后没有稳定工作 也就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 继续作案的可能性非常大 民警决定来一个守株待兔 等待赵某的再次现身 为此 民警们做了一系列工作 可能被盗的大型机业设备的存放地点 自卸运输设备的雕装车辆的 租赁地点和停放地点 分别部署了警力 进行化妆侦查 遁售 自2月11日起 侦查民警在案件多发区域 以司机工人等身份 暗中遁守化妆侦查 大家每天从早晨7点 坚守到下午5点 艰苦执着的努力没有白费 3月6号这天 侦查员终于有了新的发现 在案发 原始的案发地附近 进行遁守的人员 发现了一台 同样的自卸雕车 和一个立功在装卸设备 民警分析 这极可能就是正发生的 盗窃行为 尽管内心激动 但为了揪出 隐藏在暗处的赵某 民警决定暗兵不动 但是意外事件 却突然发生了 这货主突然出现了 货主和这个司机 就这个货物发生了纠纷 货主称这个货物是他的 问这个司机 为什么要雕这个设备 这个司机说 受雇于他人 雕取这些设备 由于不确定嫌疑人赵某 是否就在附近 民警不敢贸然出面 紧接着 不利的情况再次发生 负责装载设备的司机 拿出手机 开始拨打电话 好像是在将事情 告诉什么人 还没等民警反应过来 与司机通话的人 便停止了通话 当司机再打回去时 对方却已经关机 嫌疑人得知了 这次已经被驿主发现了 那么他又再次有了心理准备 给我们本来一个非常好的抓捕的机会 又再次错过了 由于这个意外 追查赵某并刺激抓捕的行动流产了 然而在案情分析会上 大家一致认为 嫌疑人赵某并没有警觉 仍可能会另行盗窃 那么我们遁守这个工作 不但不能撤 反而要更加的投入警力 加强遁守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三月十日 遁守民警获得一条重要线索 有一名相貌疑似嫌疑人赵某的男子 与一辆运输车司机 曾经商谈租车运输设备的事 沿线追踪 偷盗行为 激连发生 伪装蹲守 隐身幕后的人 依然难觅踪影 严谨侦察 船营警方能否抓住良机 悄悄撒网 罢民警如何捕获窃贼 重机转移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罢民警长期在几个地方遁守 和货车司机结下了友谊 也获得了不少线索 三月十日 一名司机告诉民警 有一个相貌疑似嫌疑人赵某的男子 曾到车厂来租车 并向民警们提供了 还用手机拍到的一段视频 价格没有弹拢 没有弹拢的 这名男子自称要到别的车厂 去再打算打算价格 据司机说 男子要租车运输几台大型设备 到黄崎街内渡港附近 民警马上把司机提供的视频 传到各个蹲守人员的手机里 专案组立即兵分两路 快速行动 一方面到赵某跟大车司机所说的 要运输车里运输设备的这个位置 增派一组警力进行现场遁守 其他在车厂遁守的警力 加大警力性 侦察组固执好警力后 没多久 在内陆港遁守的民警 就发现了目标 一台自卸雕车 停到了这几台设备附近 并且企图对这个车辆进行装卸 我们民警化妆到附近去 到贴近观察 在现场也没有发现赵某 虽然赵某没有现身 但民警却发现 吊车司机在装卸过程中 经常接打电话 民警推测 司机应该是在和赵某在通话 由于天气寒冷 重型设备冻在了地面上 很难起吊成功 折腾了好一会儿 两人才装好设备离开现场 民警一路追踪 这也符合之前 犯罪嫌疑人作案不出现在现场 通过电话遥控指挥 车辆运输的路线和卸货地点 的这个作案方式 我们坚定了这起案件 一定是嫌疑人继续作案 那么嫌疑人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一定会出现和大车司机进行接头 为了避免出现失误 专案组做了两手准备 一路继续追踪运送设备的车辆 另一路民警则继续查访可能现身的赵某 在昌义区哈达湾街 这个也是一个大型车厂 这个蹲守的蹲守组 在现场进行查找的过程当中 在距离车厂500米左右 一个装潢材料市场的楼下 发现了一名可疑人员 不停地在不打电话 蹲守组发现打电话的男子 年龄在30到40岁之间 穿了一件黑色夹克 打电话时 眼睛不停地四处张望 民警确认 此人正是嫌疑人赵某 急不可施 民警迅速合拢 贴近赵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抓的下那是批死命的征扎 最后我们四人到处给他摁这块 可是 盗案的赵某却对侦察员的讯问 充耳不闻 赵某呢 比较特殊 他在监狱 很年轻的时候 就在监狱里边服刑 服刑15年之后出来 也没有任何的亲情和友情 他自己截然一身 生活比较困顿 就在监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续 监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监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警示 不要因为 节省一点 租金和场地使用费用 而把这些自己的设备 和财产放置在 不安全的地方 最后呢 给了犯罪嫌疑人以可乘之际 也给自己的财产 遭受到了 巨大的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A级通缉令 汤黄勇 南 1994年9月9日出生 户籍地址 江西省渝干县洪家嘴乡 和爱岭上小组194号 身份证号码 3623-2919-9409-091133 该犯罪嫌疑人 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再逃 请广大观众提供有关线索 及时拨打110报警 夜间出行 妙龄女子竟成为黑车司机 觊觎的猎物 生死未捕 失踪的被害人 牵动多地警方携手追寻 天网监控 捕捉关键线索 嫌疑车辆 究竟打算开往何处 夜幕下的碎花群 天网栏目 近期播出